到時候看再給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也許一般處理還是會先把它的範圍先做成一樣的 然後再來比對可能問題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我們的比對方法是這樣 我講過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就是for i 跟for j 然後寫法我想跟前面類似 因為我們時間也不是很夠 所以我就快速的跟各位講一下 我的寫法大概是這樣 給各位參考 作者原來的寫法是寫成這樣子 寫成這樣子 這樣子 OK 那我把它改寫了一下 後來把它改寫之後變成這樣子 工作比較 比較 我加一個2 他原來是原來的寫法 我後來看了一下我非常 不太喜歡 我比較喜歡我自己的寫法 那我的寫法這樣 因為很好記 for i就是lear for i就是藍 對不對 再來的話呢 1 就是指的是 今年度 就是去者1就是第一個 但你可以把它改成今年度 然後呢 2的話指的是 去年度 後面加的都一樣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位置 都是在同一個 列跟同一個藍上面 那如果說你不在同一個藍 同一個列 也許你可以偏移多少 你也許你後面可以